来胖卡车齐聚彰化室警局停车场 擅长料理有韩式的石锅拌饭 意大利面 玉圆 臭豆腐以及冰沙 这些餐点都是准备给不能回家的警察同仁享用 让他们倍感温馨 牺牲了很多跟家人一起的一个时光 那借由今天我们彰化美食团 一组餐车的五位好朋友 特别来慰绕我们警察同仁 让我们倍感温馨 非常感谢他们愿意操控过来 帮我们煮这个 这么多的美食 提供给我们在警察单位 在爸爸的姐今天 做一个享用 我们非常感谢这位三星人士 公益号召的就是这位肖先生 多年前曾经是多家餐厅的老板 因为疫情影响受掉实体店面 发展出餐车经营模式 他表示曾经受到社会各界帮助 这次爱心公益是第三年 也吸引一些志同道合的餐车业者 前来响应 因为今天刚好是父亲姐 所以我们想要迎应父亲姐来 慰绕一下支持我们辛苦的 玻璃师大人们 因为玻璃师大人大人都是爸爸比较多 我自己也是 我自己是当亲爸爸 所以很有感觉 希望可以把我们正面精神的能量 带给大家 今天准备了我们自己做的手工的浴缘以外 还有手冲的豆花 那有蛮多种口味的 现场舞台餐车就有五个家庭 五位父亲亲自料理给因工作 无法回家的玻璃师大人 除了感动也让他们度过一个不一样的父亲节 新唐眼泰电视叶喜红 台湾彰化采访报道